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年的時尊 我們台灣省政府都承辦這些勞保 但是這些勞保到最後是我們中央來承接 在這裡喔 議長 我要跟你請教一下 我們當初還有部長 請問你們當初承接的時候 到底虧損有多少 我沒有想清楚了 其實 那個時候動神之外 把臺民地區勞保局所有的經費移到中央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沒有清算的 到底虧損有多少 我告訴院長 那個時候的勞保匯率只有六點五 現在的匯率 把所有八十四年把健保醫療的部分 撥到中央政府健保局的時候 那個時候 其實從以後八十四年以後是沒有什麼虧錢的 真正虧錢虧在哪邊 是在這個台民地區 那個六點五趴 結果他醫療給付各項保障通通有 但是現在是十二趴 加上健保的五點七一趴 要二十趴 所以勞工繳錢 是沒有減少的 也就是勞工繳得多 領得少 以前是繳得少 領得多 所以為什麼勞工 現在都漸漸不說話 漸漸不說話 在心裡面生悶氣 真正的所有問題 就是你們在承接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洞 大洞 根本多少 多少錢的虧損 你們根本不知道嘛 也就是四十九年 到八十四年那個時候的 大黑洞 第二個 當初 拿了勞保基金 去買股票 那不用我跟妳說 部長 妳好好去查一下 好好去查一下 政策復盤 虧錢 是勞工的事嗎 是妳政府要負責耶 結果 現在不是 把所有責任推給勞工 那這樣沒公平啦 勞保基金可以這樣用嗎 所以為什麼 部長 我要跟妳報告 為什麼會說 這是政府的責任 也就是財政紀律啊 不夠監督周前 產生今天勞保的虧損連連 說實在的 政府要負起責任 不管是現在的政府或前政府 當然你們要蓋瓜承受 我們知道 可是 我很不服氣的 就是 為什麼明明是 政府 經營不善 管理不得當 那為什麼把所有責任 這個要勞工來扛呢 所以這一點 是對勞工不公平